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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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他也提出了五年的空窗期 我先对这一个做一个简短的补充 五年当中 以中国 以俄罗斯 以伊朗 以北朝鲜 为轴心的四个国家 五年当中也不是坦平 尤其俄罗斯虽然跟乌克兰在欧洲打得你死我活 俄罗斯虽然他的波罗的海舰队被封锁 他的黑海舰队成长旗舰被乌克兰的导弹打沉 俄罗斯不要忘了他有太平洋舰队 他的海舰队的军港也有导弹潜艇 那些完整的 普京也没有把那些往俄罗斯乌克兰的东欧战场掉 那些都还在那边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预备队 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跟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最近两三年来中俄联合军演假想敌 在我们军事研究的这个assumption 他的假想敌就是美国嘛 所以第一个我做这样的简短补充 俄罗斯也不是坦着干的 他在太平洋有根基 那第二个我们再来提到在这一个五年的空川期 就算美军要动要动中国 或者说美军要来支持赖先生把他的两国论走到底 变成实质性的台独的话 那么美军杀过来 胜算我同意您刚刚补充 不大 十二艘空母啊 有所谓的三分之一原则了 就是说四艘的空母一定在母港 美国东岸美国西岸或者日本的横须二军港做大修了 这个零件要换那个人员要上上岸休假 那三分之一的空母作战部队四艘 他一定要在驻扎地随时战备 随时谁要跟我打我随时跟你打 那另外三分之一要在路上 他也许在地中海东岸啊 背着以色列又被阿拉伯谁谁谁给欺负啦 他也许又在太平洋沿岸 准备又把伊朗打什么啦 所以美军大概就是说 他正式跟中国人民解放军开战 就三分之一的空母作战部队 另外我再讲到美军 他这样子的一个架势之下 那么共军前面两三天的环台军演 意图也不是阳谋啦 不是阴谋啦 就是一个阳谋啦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我对你 赖先生当局提出一个警告 你在这样子一路走到底 我就要收了你把你灭了 那么我现在环岛军演 我也在做对台湾攻打台湾的兵推啦 什么兵推讲最简单的 我们不要讲军事理论 最简单的就是我把你的前门后门 把你的天梯阳台后阳台全都堵住啦 忘中作碑啦 就是把你台湾地区台湾本岛彭湖 外岛的金门马祖把你们都围起来 到时候我就给你搞个 所谓禁韩禁运等等的大封锁嘛 那你在做你自己的一个台独 或者两国论 再看美国怎么派资源部队嘛 那说到这边这个警告就是我们观察两岸关系 十几年我们认为这是北京当局最最挑明的 毫不掩饰的一个准备动武的讯号了 我们怎么看这个讯号什么时候会变成真的出兵呢 回到南中国海最近菲律宾的小马可市政府 动员他们的渔船他们的他们的部队 在南中国海跟我们的海警海巡也对峙嘛 这个非常值得你老师你我还有大家继续关注 我最近三个月跟很多自雇啦或者国外的情报机关 也其实都有因为我们学者嘛有很多交流的机会 我得到一个应该是我得到一个第一手的消息 那这个第一手的消息目前还没有被我们境内的哪一个华语 或者华文媒体啊或者网路啊大的平台所说出来 我第一个帮您说在您这里谢谢您啊 就是说美国印太司令部的新任司令官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准备他准备派飞弹巡航到南中国海 干什么呢 直接近距离跟中国在南中国海有海军嘛 跟海巡嘛的舰艇嘛的舰艇坐相隔不到20米的近距离 对视碰撞也在所不惜 那李老师我们再回到呃以前不过美国军机跟我们人民解放军空军的一个战机 南中国还不是美国那侦察机跟我们的战斗机 碰吗 那我们的英勇飞行员也迅滥了嘛 比那个事情会更加的什么 严重 因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新任司令 他要立功 一艘飞弹驱防舰或者巡洋舰 飞弹驱防舰或者 飞弹驱逐舰或者巡防舰 要赚成一艘 或者造成你的引擎停摆 他能够立功 而美国第七舰队已经接到指令了 准备这么干 那么您知道在海上 两艘 比如说我们人民解放军这边4000吨排水量 那美军第七舰队的派德级 或者更先进的派里级的飞弹巡舰也有3500吨 各自都有巡异飞弹中程飞弹防空防海防路啊 海上两艘大型的军事舰艇相隔20米 就如同有人当着我鼻子距离半公尺挥拳头了 如同那样了 所以刺壁碰撞 而第七舰队已经接到很明确的战斗指令了 如果说我们这样子开过去 然后我们开过去 我们的舰艇 是在菲律宾宣称的24经济海域 经济海里之内 你不要躲 就是人民解放军的海军舰艇 来 你不要踩刹车 你油门冲到底 看他要撞不撞 他要撞你就跟他撞 他不撞 你也直线走 你也按照既定的航程走 干嘛 做给菲律宾看嘛 菲律宾是美国以前的殖民地也是美国 现在的小弟弟嘛 做给菲律宾看 也要来干嘛 安日本人的心嘛 他就说我老大哥 我不会背叛盟国 你们说我拜登以前阿富汗撤军 背弃盟友 我现在绝对不可能背弃菲律宾 所以我就要做给你们看 我的舰艇要跟人民解放军的海军插撞 在所不惜 这个就是一个test 一个做化学实验那个试子啊 有没有从白色变成红色或者黄色 很明确 所以我也希望透过您的节目啊 也希望做一个一个军事推演啊 那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在南中国海 到时候那个艇长那个舰长啊 他要不要下令舵手踩刹车 对不起我不知道 也许李老师或者其他军事民朋友 可能比我更清楚 我只能说美军的动态 就是要对着干 谢谢 谢谢 亲爱的观众听众 我们现在是第四个问题 共军于本月23日在台湾及 金门马祖外岛外围展开联合立舰 2024A实弹军演 环岛进行军机与军舰的联合军事演习 共军究竟在针对赖清德提出什么警告 你刚才说这个我一会回答 那么第四个问题 吴先生好像没有怎么回答 这个提出什么警告呢 我看就是个例行警告 就是因为这个赖清德2520提出了 就是台独宣言嘛 是吧 铁杆台独宣言 然后台湾股市就暴跌 暴跌以后呢 结果台湾就在看大陆要干什么 结果大陆就说我要军演 结果23号一军演 结果人家一看这个军演是闹着玩的 一枪不放 当然内部人士就是像吴先生这样 看到了很多大陆是要为进攻台湾 做什么准备啊 读什么读什么 但是大陆老百姓也没看见 台湾老百姓也没看见 全世界80亿人民也没看见 大家看到的就是 因为从1996年开始大陆就军演了 现在是2024年整整演了28年 大陆演了没有100次 至少也演了30次了 所以这个军演对台湾人民来说 就跟放鞭炮放焰火一样 根本就是玩嘛 所以人家本来台湾人民说 这个赖清德520宣布台独了 大陆是不是要打呀 是不是要经济封锁呀 是不是要制裁呀 结果一看啥事没有 就是搞一个一枪不放的这种武装游行 结果23号这个台北股市大涨 反而大陆股市暴跌 所以这个呃 所以共军这个在针对赖清德提出什么警告 本来是要警告赖清德 你你应该不要台独了 收回台独 结果结果就是根本没人理 台湾台北股市大涨是大陆股市暴跌 嗯 所以这个 那么然后刚才呢 这个吴先生又 又又讲了另外一件事 说他要透露说 第七舰队已经得到命令要在南海菲律宾 进海要撞解放军军舰 哎 我老实跟你说 呃 大陆恐怕14亿人很少有人关心这种事 因为这个美国现在不是有300多艘军舰 大陆说是也是300多艘嘛 都超过美国了嘛 是吧 说是大陆的舰艇数量在2023年底已经超过美国 只不过是质量不如美国 数量已经超过美国 李老师啊 说句大白话啊 啊 一撞啊 会怎么样要干嘛 起码至少 我觉得撞了就撞了 两国都说对不起没看见 我们两个不小心撞了 哎 你们你没事吧 我也没事 哈哈哈 会让您在哔哩哔哩的直播间涨粉 至少十倍 因为您提前就在这里和我 和我历策了 这个是吗 涨粉 谢谢 谢谢 吴先生说因为我们两个先说了要撞 所以日后一撞我们涨粉十倍 涨粉 那大家 总是要donate嘛 对啊 这个吴先生这个脑子 还想到涨粉 涨粉 涨粉 对啊 因为你说中了 你提前三个月 现在是五月底了 我把这字都忘了 对啊 您要涨粉了 因为您是当红 的大主播啊 大网红啊 你也真好玩 另外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李老师更红啊 必须这样 我才能趁您的方 趁您的光嘛 我倒说个实话 我怀疑啊解放军海军舰艇 就盼着跟美军撞一下 那你想吧美军来撞解放军 解放军迎头一撞 这个舰长不是也立功了吗 舰队不是也立功了吗 立功啊 双方都立功吗 要不是光你立功 咱们双双立功吗 双双立功 立功 生嘛 这个再多几个星星 立功还不能和你单方面立功 我们双双立功吗 双双立功 李老师 李老师也立刻掌管 你也知道大陆造船能力 美国说现在是美国的十倍 撞完了就造船场还能修船 还能赚点奖金 哈哈哈 那肯定的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但是 丰富